好的 主播 那么2024年文博会在台南举行 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 因为前两天光是进场就是爆满 所以不少民众都是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 直接睡在展览会场的门口 要来排进场 而且一个比一个还要早 我们来听一下排队民众的访问 昨天晚上9点来的是 我们过来大概过5分钟就排一场 什么时候过来的 9点半到这边 昨天晚上吗 对 凌晨3点多 那怎么会想到这么早来 因为要抢入场 因为好像有些摊位有明格限制 从扶植 嘉义县扶植 从嘉义过来 对 我们在5点多出发到这边7点 7点开始开 文博会是今天闭幕 那么又是星期日 所以排队民众就是要抢照 因为要进场 所以干脆是睡在场厅前面 那么初步呢 原本进场的话排队就要三四个小时 所以让不少民众是很崩溃 大家除了是要抢进场 有的也是要抢摊位的限量商品 也有家长是陪同孩子 冲一波搭上文博会的热潮 那么上次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